7种情况不能吃三七粉,吃三七粉的人在犯错 观看数,3585人7种情况不能吃三七粉,吃三七粉的人在犯错 7种情况不能吃三七粉,90%吃三七粉的人在犯错 三七属于药膳同源中药材,就是说三七是药材,同时也是食物,是可以当作食物食用的 总的来说,三七粉就好比是中药里面的明星药材 但是,三七粉虽好,却不是你想吃就能吃三七具有降低血压、血脂、血糖的功能 所以低血压、低血脂、低血糖的人不宜多吃 三七不宜与蚕豆、鱼类以及冷酸食物一起食用 因为这些食物会导致身体对三七的营养物质的吸收效果大大减小 所以建议吃了鱼女性朋友月经期间不宜食用三七粉 三七粉有活血化育的功效,被称为是第一剩药 若在月经期间服用,亦导致出血过多 但如果是血淤型月经不调,则可以利用三七粉的活血化育来调理月经 因为三七有强大的活血,降血压功能,不利于孕妇及胎儿的健康 但如果是产后失血较多,用三七来补血那可就是极品了 因为三七有止血化育的效果,同时可用来提高产妇的体质 感冒的人不宜服用三七,三七粉性温 若是患风热感冒者吃三七粉则会导致热感加重 因此不宜服用,若是风寒感冒者则可以服用 六,不能有病了再喝长期服用三七粉 可软化血管,促进血液健康 有效预防各种心脑血管疾病,随着年龄的增长 身体各方面机能都在下降 因此不要等到有病的时候再吃三七粉 早晚吃的两次油味重要,是人体吸收最好的两个时段 三七粉的吃法分两大类 生吃和熟吃,生吃主要是活血化淤 熟吃的主要功效是补血 服,早晚各一次效果更好 也可在吃饭时用鸡汤或排骨汤兑服